那如果说零基础的学员进入这个书法研修班的话 三十节课如果他都坚持下来的话 根据你之前的这个学员的这个进度 大概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就是比如说有没有可能一年以后 我春节的时候我拎起毛笔就能够写出很漂亮的一幅对联 或者说是给朋友给亲戚朋友提几个字 或者说是大家亲朋好一起聚会的时候 我会不是太发触的展开 不能狂草刚才您说了 就是写几个字秀一下 就是已经可以比较自信的这种阶段吗 您觉得 这个问题特别好 这个问题是就是说 它是很自然的有这样的需求 我有我在教学里都设计了三个结果 从三个方面设计这个结果 第一就是直接为养生养心服务 通过三十节课 我把自己这个在课程和课后的练习过程中 我们三十节课大概也就快大半年一年了 大概是这么多 一年的练习以后 达到一个觉得在书法上 这是个好方法 我用这个一周有这么两三次集练 我就能够让自己情绪好 觉得也是神清气爽 另外呢 课法班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副产品的就是说 能形成一些好朋友 对对对 课法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载体 就是说书法呢 不像数学 不像任何其他的体育比赛 能分出一二名 没有 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只有个性不同 没有好坏之分 所以这里头就 学书法的人 比如说一个班 他没有竞争 他没有竞争 除非心胸极其狭隘的人 觉得哎呀 我怎么没有他写的好 一般来说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书法写到一定程度 基础有了以后呢 写出来人人不一样 写的就是你自己的个性 换句话说 大部分写到一定程度以后呢 写书法的人呢 自我满意的程度比较高 所以自我安慰和自我心里的 自我满意程度比较高 那种挫折感 失败感是比较弱的 因为老有 但是你其他学科可能就不一样 你比如体育竞赛 竞技体育 你每次都是失败和挫折的 你比如跳高 每次是以失败高中的 所以人永远有挫折感 书法没有 反而有成就感 所以我说的第一个目标 通过三十节课 这个达到了一种状态 第二个目标 通过这样一种方法的获得 使得自己了 进入了一种新的生活状态 我在两年前吧 不是有一个比较 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重要的 总结性的一个 我有一个讲座 叫做书法的基本问题和未来展望 里头就谈到一个问题 我说我把书法分成了三个层次 一个叫做书法艺术 一个叫做书法生活 一个叫做书法艺术 一个叫书法文化 一个叫书法生活 书法艺术就是在写字 艺术表达 书法文化就是要了解书法史 和书法相关的传统文化和国序 书法生活是什么呢 书法生活就和有的人的选择打麻将一样 很有瘾 他就单确一的老盼着能凑一桌去打麻将一样 那你 我提出一个说法 我说你能不能在打麻将的爱好同时 也安排一个时间去写字呢 就是你也把它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嘛 你打一叶麻将人特别疲劳 你写一会书法你就能缓过来 所以我说书法一旦进入生活以后 就成了一种生活状态 他就经常笔墨伺候写写字 成为一种生活状态 文人雅士 这是第二个目标 而且呢我还有些学生也在这么做了 比如说这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现在 大家之间呢 比如说正月十五过节 经常微信互相问候 微信现在 发个表情包 发个什么图片 学书法的人 你怎么呢 你写俩字 他手机一拍发给朋友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交流情感 和交流生活的一个过程 非常有特色 因为什么 这就回到千年前的古代文人了 古代 我们说王羲之留下的好多现在著名的帖 实际上是什么呢 过去呢 文人雅士之间想问候你一下 或者过端午了 给你送个粽子 送个礼品的时候 写个信杂 手写信杂 让书童带上连礼物送 写个帖子 对方展开一看 书法 看了很喜欢 礼物留下 那你现在呢 你都是字库里头的印刷体 你学了书法以后 你拿毛笔写几个字 一拍 朋友过生日呢 你不要弄一大堆 送六朵玫瑰 两个气球 三个什么 你毛笔写一个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你拍一拍送过去 那多高级啊 对吧 这是书法生活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第三是什么呢 第三就是实用 那么我们说中国的书法文化 在本质上是吉祥文化 它是一个吉祥文化 你很难想象一个非吉祥集餐 你挂到屋里 所以 书法作品挂起来 都是看起来养眼的 养心的 养生的东西 那么 刚才说到春联啊 对联等等 我们设计了一些 你可以表达的东西 有那么几幅对联 有那么几首唐诗 有那么几个吉祥话 你把它写熟了 当众表演都是可以的 你完全可以做到 这里头呢 我说他反面去理解一个问题啊 启公启先生 当书法家协会主席的时候 他有过一次讲话 这个他很有意思 他说 我们书法家协会的这些副主席们 这些主席们 不要下到基层里头去 经常就写一个月落五体双满天 你要变化 他什么意思呢 他叫一招先持练天 有些人 有些大书法家 其实只会写那么一两首唐诗 所以启先生才说 要不断学习 不断提高 不要只是月落五体双满天 我们把这件事情反过来 反过来 我们学习书法的时间不长 激烈的时间也不长 我们让大家就会那么一个月落五体双满天 就会那么几个句子 就可以了 然后自己再去学去 你就拿起笔来可以写了嘛 可以在一个场合写了 书法现在越来越热了 你知道在国内呢 很多这个商业谈判呀 大老板的办公室里头 那是文方四宝 毛笔架子 紫檀幕的什么案 宣纸在那 你这哗哗哗 能写几个字 这生意都好看 所以书法 书法从书写的实用的这个领域里头 退出去了 恰恰这种退出 使得书法作为一种纯艺术 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 所以如果一个人选择 我一直在讲 如果一个人选择 把书法做一种生活状态的话 它是很美好的 那么我今天再加一句 如果一个人把书法的养生养心的功能 作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的话 那他的人生不但是美好的 而且是健康 对